我手上这张卡让大家猜猜我这期要给大家分享什么车 看在侧面你们能知道是什么车吗 今天接到的是一台路特斯的Eletra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选的好像没怎么选 选配的什么东西 我忘记了反正我知道这个后视镜是选了 轮毂没选因为一看就看出来这是原装的轮毂 这台车是前天开过来的 之前有联系过我 是我的一个粉丝 前天开过来因为还没有上牌 所以说玻璃膜没法一起贴 所以说就决定先上了牌 现在牌上了 所以开过来 全车车衣加玻璃格热膜 本来他还想要来一个轮毂熏黑 但是我此前没有仔细看 你可以仔细看一下 因为轮毂它说是标配的 但是我觉得工艺的话 比较复杂 上面这种是亮面纳石 这个很难做出来我觉得工艺要求比较高 所以今天来我们就不建议它去喷黑 先用一段时间看 用一段时间之后还想去喷黑 那就喷黑吧 我觉得整体看从侧面看也还ok了 就整个侧面有点像我们上次接的乌鲁斯 黑色乌鲁斯车面也是银色轮毂 看起来有点像 这个车还是比较高科技的 因为后视镜我也是第一次见 一会儿带大家看一下卡在我手上 然后可以看到后面路特斯跟Electra的话 贴的时候客户要求就直接拿掉了 因为就留一个这么一个标就低调 然后比较好看 我觉得也是越简单越好 然后车主又说能不能把这个标喷黑 我说你这个标喷黑 能看得出有标吗 不就看不出来了吗 还是这个好 然后把这两个拿掉就好 后屁股看起来简简单单就挺好的 来我们进到车里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台车的车里面我比较感兴趣 这个车其他地方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这个配色看起来也是 怎么感觉像是女生开的车一样 对然后这屏幕然后方向盘都没有什么特别 最主要它这个车没有后视镜 就是流媒体后视镜 它花了16000块钱选的流媒体的后视镜 就可以看到是这样子 在里面就可以看到后面 这个我感觉有点不习惯 是吧 有点不习惯 我觉得这清晰度 我感觉肯定是没有镜子好看的呀 这个是 哦 它就在那一条移动 那就是一个屏幕啊 啊 那大小怎么怎么调 不会还可以说吧 这个可视范围有点大 但是它在小小的屏幕里面怎么 哦 这个全景啊 全景的 整体可以看到的后面 整体的样子 啊 就打一个我在倒车的时候 我想要看到更后面去对吧 或者说看到那个轮子下面 我就把这个往上拉 拉到上面好像也不行 也只能最多看到这里 我以为可以全视角的看 啊 这个比较好玩 比较好玩 但是有一点 就像我刚才师傅说的一样 那后视镜被撞了怎么办 后视镜被撞了怎么办 这个后视镜很多人可能有点好奇 这个后视镜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上面变成一个摄像头而已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那个的 好 我们现在呢 给它开到那边工位上 来体验一下 好吧 你看这个车很炫苦 喇叭起来 好 车 这可能就是对于很多新手来说 比较友好 因为它就不用这样看 或者怎么调后视镜 这个就是怎么样 它都是全景展示的 看那边也一样 对吧 全景展示 这边也是全景展示 这车呢 车主说总共落地的话是85万 它什么都没选 就选了个16,000的流媒体 85万买这个车 其实我们现在目前来说 胎周我不知道有多少个车主 但是我们贴到的并不多 可能其他店我不知道贴了多少 这有点别扭 看后视镜没有 不习惯 你看我现在头看后面 外面是个一根棒子 我觉得这个也太尴尬了 你只能看这里 这里其实我如果是后视镜的话 我会这样偏出去看 然后看这里的话 反而就视角不是特别好感觉 可能因为还不习惯 太高级了 你看我现在就是想看那里 就想看那里 没有东西 OK 我坐后排感觉一下 后排还有一个屏幕 可以调节空间 座椅角度 这个座椅角度都可以调 我感觉一下 靠背 你看这个靠背是可调的 这个还OK 后排空间是够的 够的 完全完全够 而且是很宽敞 这个前景天幕 这个应该是可垫的 可调的 不知道怎么调 整体这个颜色 类似感觉还是有点烧气的 有点烧气 加上这个粉红色的氛围灯 后备箱怎么样 看看大不大 也挺大 这后备箱 相当大的 这个后备箱 行吧 这个就是这台ELECH 给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 因为这个车我们贴到也并不是特别多 也就几台车 然后加上这个流媒体呢 我们也是第一次见 一个后视镜上面三个探头 一二三三个探头 但是总体体验下来可能不习惯 我感觉不是那么好用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看我们贴膜的过程 跟贴好以后的效果 就是这台EL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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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台ELECH 对这台 Cloud 这是最基本的 Yi thinking 是这台ELEC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